香港修理风波引发一连串冲突 打击违法暴力行径 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务人员 成为寂静示威者恐吓和攻击的对象 许多警察的个人及家庭资料遭网络起底 香港90后督察江运纯 就是被起底的警务人员之一 他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些威胁的手段 不会动摇自己为市民服务的初心 江运纯2018年8月加入警队 2019年6月完成训练开始督察的工作之初 就遇到香港修理风波 作为女性警务人员 他依然出在最前线 向示威者喊话安抚同事的情绪 让他们保持客制冷静 不曾想危险不仅在暴力现场 也在网络上滋生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朋友 发来的一张手机截图 得知自己的个人信息 出现在一个网站 有我的相片 有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的一些照片 币的名字都被人公开了 全名生日日期都在那里 好像一个资料库那样 整理了我的一些资料 然后很快隔了一两天 连我爸爸的资料都被人泄露出来 其实那段时间我最担心的 当然自己安危出入 都会有点害怕会不会有人认得我 另外就是担心家人的安全 因为始终地址都被人知道了 而那一阪的示威者都比较激动 我听闻可能他们会去家附近 去等警务员下班 但是很幸运我都没有这些危险的情况发生 反而就是电话都曾经受到一阪的滋扰 所以要转电话号码各样 去保障自己 比较害怕的是 害怕自己一些个人资料 再被外面不懂的人发现 就是好像我去转电话号码 我都会害怕坐在柜台那个 可能刚刚就看完那个讯息 接着就知道我是 然后就有更多的资料被人发现了 江云纯说 出于安全考虑 自己和家人都暂时关闭了社交媒体 虽然其底带来了恐惧和不便 但他坚信 自己阻止违法暴力的行为没有错 也不会忘记从事警察这份工作的初心 我本身选择这个工作 都是希望可以帮到市民的 所以我就会知道自己没错 那个初心是怎么样 但是未必人人明白 经过一些时间 自己适应 调节 还有想通了 如果不明白你的就不明白你 一件事可以认清楚身边的 哪些是真朋友 哪些是可以信赖的人 另外就是 也都更加有多一些角度 去给我知道 怎样关心身边的一些同事 可能面对同样的情况 香港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6月至今 被弃的警务人员及家属 超过3200名 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 恐吓 包括电话滋扰 冒名借贷 网购 到警务人员家属工作地点骚扰等 由警员子女 因受到惊吓和歧视而出现心理问题 个人资料成为激进示威者 攻击警察的武器 但可以看到 香港警队面对威胁和恐吓 不仅没有屈服 反而越战越勇 我会形容是幸运的 因为反而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去加入 我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比其他的同事快和多 对于我之后的警务工作的路 我都觉得是一个优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